台湾Online 台中女孩的圆梦计划 可以利用暑假两个月的时间 努力地实践自己的梦想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台中女孩的圆梦故事 台湾Online为您联系的是 立新基金会台中分事务所的 马梅芬主任 主任您好 您好 是 我们知道是立新接受台中市的 这个社会局的委托 经营台中女儿馆 之前我们在台湾Online单元当中 曾经简单地介绍过台中女儿馆 主任可不可以今天帮大家再介绍一次 这台中女儿馆它是亚洲第一座 也是台湾第一个 专属女孩们的空间是吗 对对对 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点 还有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台中女儿馆 它其实就在台中的一中商圈旁边 在太平路70号的一个地方 离一中夜市非常近 那我们这边其实是一个 其实台中女儿馆当时在创立的时候 就是希望可以提供给我们台中的年轻人 一个发展自我 然后女孩可以去圆梦实现梦想的一个平台 那它也是一个三层的一个女儿馆的部分 所以它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友善的空间 可以让女孩来这边做一些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 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想这个年纪女孩应该有很多的想法 是里面有什么样的对话的空间 或者是一些课程吗 有 我先从空间的部分来介绍 其实台中女儿馆有一个规划一个展览的空间 那这个展览的空间 包括像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有一位20出头的女孩子 她第一次想要展出她的摄影展 可是她找不到地方 所以就来我们台中女儿馆跟我们商量 就是利用女儿馆的空间 去做了她生平的第一次的一个摄影展的部分 所以如果台中女孩有一些自己想要做的展览 或者是自己想要做一些自弹自唱 或者是舞蹈的一个表演 其实我们这边也都会有这样子的空间 包括舞蹈教室 那我们还有一个女孩的厨房 因为台中教育大学就在女儿馆旁边 那我们有了这个女孩厨房之后 你就会发现很多台中教育大学的女孩子 他们可能是住宿在外面 然后租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小套房 没有什么可以烹煮的空间 那他们就会常常来利用这个厨房 去自己煮几道菜 然后就邀请好朋友们一起来这边聚餐聊天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些空间 可以让女孩充分的来这边做利用 那女儿馆本身 我们其实也会定期的办理一些电影的一个影展 然后桌游 然后包括读书会 或者是一些陪例的 或者是性别平等的一些相关课程 在女儿馆里面 是听起来是个女性的圆梦空间 但是这台中女儿馆 比如说她在性别上等于说是有一个限制 年龄上有限制吗 年龄上 其实性别上虽然有限制 但是因为是一个友善的空间 所以不管你是男孩女孩 我们都欢迎你来 好那年龄上面 我们主要服务的族群 虽然是从15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 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妈妈 她是带着她的女儿 带着她的儿子来我们的女儿馆 这边来使用 所以基本上 虽然她是一个台中的女儿馆 让女孩子可以来使用 她们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她就是希望能够 让女孩跟所有的朋友 有一个友善的一个空间可以充分的利用 不管你是男孩女孩 你几岁 你都可以来这边使用这个馆 是 所以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了 那主要我们说台中女孩的圆梦故事 这样的一个计划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今年的一些入选作品的特色 好吗 好啊 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二届 办理台中女孩的圆梦计划 那当初我们女儿馆成立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想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可以协助女孩子去做一些 她们很想做的事情 可是还没有做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 这个圆梦计划是 如果我们台中的15到22岁的女孩子 你有一些想要完成的事情 好你用团体 就团队的方式可能两个人以上 你写一份计划书给我们 那我们会有评审 就是去针对这些圆梦的计划 去做一些了解之后 我们选出 我们每年的暑假 我们就是选出十组的圆梦女孩 那这些计划通过之后 我们给两万块钱的圆梦基金 让女孩们利用暑假期间 去议员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去圆的梦 然后他们在暑假去圆梦完成之后 纷纷就会利用九月份的时间来 女儿馆这边把他们的圆梦计划 去做一个布展 把他们圆梦的过程去做一个 用展览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去票选 去选出了第一名的优胜的圆梦计划 跟那个特展的队伍嘛 还有三万块钱的圆梦奖金 提供给他 所以从暑假开始 这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他们圆梦时间 九月份布展 同时也有一个票选出来 所以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优等奖是什么样的队伍呢 今年的优等奖 其实我们也在10月11号的时候 办了这个圆梦计划的一个记者会 那我们今年的优等是踏浪的一个队伍 它是由原本三个高中的女生 那现在暑假过后 他们都已经升上大一了 那这三个高中的女生 他们组成了一个踏浪的团队 那个浪是流浪动物的浪 那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他们其实主要就是在关心流浪狗 流浪动物 他们希望可以 因为他们在分享的过程里 他们在那个高三的一个课程里面 去听到流浪动物的一些 爱爸爱妈们的分享 他们非常的感动 然后他们想说 那这样子有哪些流浪动物的收容中心 他们发现台中好像没有这样子的 收容中心 所以有一些民众 或是他们其实想要捐一些物资的时候 会找不到可以捐到哪里去 所以他们就想说 那利用圆梦计划 他们把圆梦的这个部分分为第一阶段 他们希望可以分成 分阶段的去把台中的流浪动物的收容中心 绘制成一个地图 同时用建立一个网络的平台 协助这些流浪中心跟流浪中心的这个管理的爱爸爱妈们 他们的一个另做的部分 把募集在网络平台上 募集的一些物资提供给这些流浪动物的爱爸爱妈们 然后所以他们就去设置了这个平台 然后也自己制作了一些相关的物品去做劝募 是 您刚刚谈到说 我们这个优等作品 这些女孩关心流浪狗 现在这些相关展览 还继续在我们台中女儿馆这边展出吗 是的 还是在我们女儿馆这边 一直展览到明年的2月11号为止 这个女孩的圆梦特展 都会一直在女儿馆做展览 是 我们刚刚听到是优等讲 其实我知道还有什么勇气讲 自信讲 就每一组的女孩们 她们的作品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 她们的特色跟她们理念 主任您有没有觉得说 在今年算是第二届了 从第一届到第二届举办到 我想明年应该还有继续的活动 在这些计划的执行前后 在女孩们的身上 您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化非常的 怎么讲 我觉得那是非常一个 微妙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其实去从争选开始 这些女孩 她们需要针对她们想要去做的事情 去做一些规划写成计划书 那我们通过之后 事实上她们开始去执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 女孩们她们会发现 有些她们计划书里面 想要去完成的事情 实际上再操作起来 其实不太容易 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所以她们就需要去做一些修正 那怎么修就是这些修正 那包括她们的一个圆梦团队 本来组成的圆梦团队 在真的去执行之后 可能她们就会有一些 内部沟通上面的一个状况 会吵架 或者是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 那这些女孩 其实我真的觉得 她们在圆梦的过程里面 其实利用她们自己的方式 跟她们自己的资源 去克服在她们计划里面 可能没有预想到的一些突发状况 然后去让她们的计划 完整地呈现出来的 那个动力跟那个过程 我觉得每一组女孩 都非常的努力 跟非常的尽力地 在完成这件事情上面 我会发现她们 其实透过这个计划 好像看起来是我们帮她们圆梦 但事实上我觉得 她们自己在圆梦的过程 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成长 是真的相当难得的 一个过程跟经历 好 台湾爱 我是主播张庆林 我们今天现场连线的是 立新基金会台中分事务所的 马梅芬主任 告诉我们的是台中女儿馆 她们所上演的 正在进行当中的 台中女孩的圆梦计划 谢谢马主任 谢谢您 谢谢 谢谢